儿童学习去 陪伴小朋友一起耕耘喜乐的生命原地 各位小朋友好 我是高点姐姐 欢迎你跟我一起来 共同认识中国语文之美 我们今天要一起认识 病入膏肓这句成语 先来学它怎么写 病是生病的国家 病入是进入的入入口的入 膏是牙膏的膏 荒它比较难写一点 虽然它的笔画很简单 但是讲解起来有点复杂 上面是一个亡死亡的亡 那么下面看起来像是一个月亮的月 但是跟月的最后两个笔画不一样 月亮的月最后两个笔画是两横 但是呢下面这个它是一个肉部 肉的写法跟月亮的月写法不一样呢 就在于肉部它最后那两话 是一点然后一折 病入膏肓 它的意思原本是指病情很严重 移植不了了 后来它隐身当作是人是物 已经败坏到没有办法挽救的地步 它的由来是这样子的 在春秋时候 靖景宫有一次生了很严重的病 国内啊所有的名医都医不好它 那那个时候 秦国有一个很厉害的医生 他叫做扁鹊 于是景宫呢 就派人去把扁鹊这位名医请过来 可是扁鹊还没有到达靖国之前 靖景宫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中看到两个小男孩 这两个小男孩正在谈论靖景宫的病呢 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嗯不用怕 我们只要分居在荒的上面和高的下面 他就奈何不了我们了 靖景宫醒过来 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过了不久 这个很有名的医生扁鹊到了靖国 他替景宫诊断了一下这个病之后 他对景宫说 您的病很重 已经没有办法医治了 因为你患的病灶有两个地方 一个在荒的上面 一个在高的下面 这两个地方啊 都是要力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 所以不好意思 我也无能为力了 靖景宫听了 才想到 哎呀原来我梦到的那两个小男孩说的就是这个 他真是赞叹 这个扁鹊的医术真是高明啊 真不愧是名医啊 于是就派人呢 把扁鹊送回去 还送给了他很多贵重的礼物 后来呢 只要是遇到人生病生得很重 或者这件事情已经让人很绝望 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 就可以用病入膏肓来形容了 小朋友 现在我们用病入膏肓来造个句子吧 医生说 他应该要早一点来看病的 现在就是病发现得太晚 拖了太久 所以已经是病入膏肓 没有办法医治了 亲爱的小朋友 今天我们学到了病入膏肓这句成语 俗话说 预防怎么样呢 重于治疗 所以 小朋友 千万不要让你手边的事情 成为病入膏肓 无法挽救的局面 这是很重要的 你说对不对呢 我是高点姐姐 我们下一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